欢迎来到本周V生命灵术,我是温迪姐 本周的主题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生命灵术九宫格当中 147连线人的特质 147连线呢,我们也叫它叫做执行线 同时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代表 那在经济内容之前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先拆解 147这三个数字分别的意涵 1这个数字的意涵呢 它代表的是清晰的逻辑 非常的正向以及不放弃的特质 4这个数字的意涵呢 代表的是务实 你非常尊重且接受社会的期待 同时间你非常享受在制定计划当中的乐趣 7这个数字的意涵 代表你喜欢探究新的事物 享受思考的过程 以及有非常强的判断力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 我们会把147连线叫做务实线 也叫做执行线 之所以它叫务实是因为啊 147连线的人天生 你就会认知到人生 只有活下去才会有机会 所以当你要活下去的这个生存本能 是放在你的血液里面的时候 你相对比较少会出现说空话 但没有行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现 如果你有147连线的人 我觉得白日梦这三个字离离 有点远你甚至会在几岁要做什么事 你很小就会很有清楚目标的人 都做得到吗 几乎都可以 因为他们相信人生是一个公平的循环 唯有你实际有付出的时候啊 你才有机会去享受你设定的那个成果 以及享受你成功的滋味 所以在整个美好的过程当中 其实潜意识的你啦 其实你在追求的是一个叫做生活当中的安全感 等同于什么 其实就是金钱 财务的这件事情 会让有147连线的人 非常非常知道自己 因着累积财富了 所以你就累积了 你手中的资源以及安全感 所以如果有147连线的人 除了有非常高的执行力 这件事情大家是显而易见的 你另外还有很大的两个强项 你知道什么 一个就是你非常会定目标 定完目标之后咧 你就会没有任何质疑的 立马去做勇往直前 很认真 然后不轻易放弃的态度 又有一点点小小阿信的这个特质 非常容易在工作上面啊 应得主管的赏试 就是你很容易被promote啦 你很容易能够被提拔 同事啊也会认定你就是职场非常好的帮手 问也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就是说当你在制定这些目标 带领团队往前走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想法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的执行力度 以及持续力都像你这么样的强大 当他们没有达到的时候 并不代表了他们的背叛 因为147连线的人是这样啊 就是说当他设定那个目标 当他在执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单向思考 就没有什么就是游来游往 因为这既然是设定的目标 就要去做 那是个冷血动物这样 我觉得不是冷血 而是会觉得说是讲好的事 这不是讲好的事了吗 为什么你现在突然有别的想法 那都是讲好的东西 你为什么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呢 所以不能有任何的其他改变 可以 但是那个前提是 你要用对的方法去跟他沟通 那这个沟通的意思是说 这一个改变是可以更好 比如说更快 更精准 或者是说 我发现了一个 现在在流行的事情 那能够让我们的目标 更快速的去达到 就是更好这件事情 他是可以沟通 但你要他往回走 这件事情有点难 这也不会有人沟通 是为了往回走吧 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可不可以打掉重来啊 从原始开始 他会说 那在这个基础点上 我们怎么更好 他是有个起始基础点 有点不太一样的 除了这之外就是说 也想跟有147连线的人说啊 其实生活当中的安全感 其实不单单只是 你银行里面的 那个存折的数字 有的时候 当你在跟朋友 还有亲人相处的 这些时间 同时间或者是 你放下一些自己的害怕 去探索世界的 惊喜的过程啊 我觉得也可以让你 自己在比较高压的 情绪当中 能够喘口气 要跟147分享的是 不要成为一个 追着前跑的人 因为啊 你会变成 你的每一个工作 跟你的付出 都是为了 累积钱财 那这个中间 就会失去乐趣 同时间变成 工作 或者是你有任何 新的案子 发生的时候 它会变成 你的一个负担 所以他其实 比较没有办法 很享受生活 或享受 他在工作当中的 那个气氛 他都是为了 要达成目标 然后得到 相对应的金钱回馈 对因为他会觉得 这个是工作嘛 或者是说这是执行一个事件 那我们执行完再来享受 他切很开 但是执行完就是下一个任务又来了 对 所以他们生活很紧凑啊 他们有的时候会用大吃大喝的方法 然后他就会再次投入到下一个新的任务里面去 因为收集金钱的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快乐 我想要分享的是说 我觉得务实这件事情 而且认真去执行 本当就应该换回一定成果的 或是一定程度的 无论是金钱 或者是财富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财富跟金钱要用出来啊 用出来你才能够享受你的快乐 那如果你只是把它放在银行里面看 你就会失去一种享受生活当中的一个权利 所以他是舍不得用 舍不得用 比较舍不得 对于很多的事情 他就会进入另外一个无限的巡回 就是说可以更节省吗 可以更怎么样吗 always better 只要用一半就好了 然后一半之后再一半吗 这会不会有点脏 节省再节省吗 我觉得应该说我还是回归到 他已经来到一个基础点上 他就不会往后走啦 所以他的那个往上更好的意思是说 我可不可以买更好的卫生子 他其实不会节省哦 他会说的是我可以过上更好的 我要更怎么样 比如说我今年收集的可能是某一个集团的饭店好了 就我去住各大饭店 或者是我收集了所谓的 只要一出来就很好的日式料理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的水准了 那当他更努力赚钱的时候 他要干嘛呢 他下一个level可能会是每一个餐厅的新开幕 或是说在试菜的时候你就是VIP 那个level不一样 他比较少会有147的人会越过越回去 那他会愿意拿钱出来去得到这样子的生活品质吗 如果那个对他来说是他追求的 他愿意 举例来说可能他只是对吃 是有一个品质要求 但是他可能对于衣橱里面可能都是白色的T恤 或者是说只穿某集中品牌 他没有感觉 因为那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一定能够凸显他成不成功的一个外显的评判条件 如果说自己正在跟147联系的人相处 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啊 或是你的同事啊 你的长官啊 甚至你很好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哦 就是说你要理解他们很容易把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拿成案子来进行 规划啦分析啊进度啊我们的目标节奏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他浑然天成就习惯做这件事情 因为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在跟你表达的是我很看重你 那我也很尊重你 所以因为我太过于看重了 所以我没有一步希望是错的 那我没有一步希望是错的的前提就是我先把目标定好 跟你确定说这是不是你要的目标 是哦 好 那我们就来去看怎么样去达到这件事情 就一起努力 所以我们有可能跟他相处的时候 他说来我们六点约吃饭 然后六点十五分开始点菜 然后六点二十五分我们点完六道菜 然后可能七点的时候我们就吃完了 然后都要吃到一道五升 非常圆满 我们今天解案了可以回家 其实他们会做这个节奏 天哪谁要跟他当朋友 但是你只要变成你享受这件事情就好了 我不享受啊 那有人会嘛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哦 他会体现到餐厅 然后呢如果有些酒需要先醒 他就帮你醒好了 那有些菜可能点完之后 他二十分钟才会上 他帮你点好了啊 你坐下来就可以吃 而且还都是吃他们的招牌 这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条连线的人 很适合跟这条连线的人相处这样子 有我们后面会告诉大家 但我们今天单讲一四七 我觉得一四七应该是这样讲 他会很享受什么 享受别人很信任他 很依赖他 然后呢当你把你的需求放在他面前 然后重点是是他能够就是 很轻易解决 甚至可以马上给你一些建议方向 说其实他会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我觉得对付一四七的人 如果你只把他够甜 就前提是你愿意讲这种话 你就跟他说 我没有你真的不行 好险我身边有你 他们就会全盘的为你付出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小小配包 所以跟一四七的人相处 就理解他们 谢谢他们为你付出的时间 和计划 就设定的这些计划 然后让他觉得是被appreciate的 他就会非常非常开心 以上的内容就是一四七连线的人格特质